第一个发现恒星相对位置变化的人是哈雷 这个名字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 因为谁都知道哈雷彗星不是吗 哈雷与牛顿是同时代的科学家 也是牛顿的好友 哈雷的一生做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事情 例如他发明了第一台潜水钟 他通过对死亡率的数学统计研究 第一个提出了人寿保险的数学模型 他初前替牛顿出版了原理一书 这是哈雷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只是他唯独没有做那件后世的人都以为他做了的事情 就是发现哈雷彗星 实际的情况是 牛顿有一次给了哈雷24颗彗星的资料 让哈雷分析一下规律 结果哈雷又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算啊 发现这24颗彗星中 有三颗是同一颗彗星的三次记录 这颗彗星每76年就会回归一次 下一次回归是1758年 哈雷得活到96岁才能等到 可惜哈雷只活到了86岁 哈雷在他的彗星天文学概论中写道 如果孩子们在1758年又看到这颗彗星 别忘了这是我计算出来并预言的 于是呢 在哈雷死后 这颗早就被发现观测记录过的彗星 就被命名为哈雷彗星 1717年 61岁的哈雷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指出 经过对托勒密时期的星表 与现代最新的星表的细细比较 1700多年来 天狼星 大脚星 南河三这三颗恒星的位置 肯定发生了变化 并且绝对不是由于观测误差引起的 这三颗恒星都是全天中最亮的几颗星星之一 也是离地球相对最近的几颗恒星之一 这篇论文一出 犹如一颗炸雷 在天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几千年来 恒星恒定不动是如此根深蒂固的思想 它代表的是宇宙的完美 上帝的伟大 大批的天文学家都开始研究 对比不同时期的星表 结果 事实毫不留情地粉碎了 上帝创造的永恒 恒星确实在动 这被天文学家称之为自行 哈雷的这一发现 极大的激励了另一群年复一年 知之不倦地测量恒星精确位置的人 这群人正在致力于解决 哥白尼体系最后的悬案 大家还记得吗 开普勒 伽利略 牛顿这些猛将的出现 使得针对哥白尼的日星说的 一个个质疑都被成功地解决掉了 但是却依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质疑 却始终是悬而未决 那就是为什么观测不到恒星的周年视差呢 如果哥白尼是对的 那么这个周年视差就必定存在 可是却从来没有人观测到过 这就是哥白尼体系的最后悬案 二百多年来 不知道有多少执着的天文学家 折挤在这个问题上 辛劳一生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英国人布拉德雷也是这样一位 执着无比的天文学家 他可能是所有对此问题 痴迷的天文学家中最执着的一位 是他的死磕精神 终于为这个悬案带来了突破 1727年的一个冬日夜晚 布拉德雷走进了一栋 位于伦敦郊外的小房子 这是他的私人天文台 一架特制的望远镜 从房子的天窗伸向了夜空 这架望远镜长达5米多 垂直于地面 镜筒直指天顶 固定的纹丝不动 在他的目镜上 装了当时最先进的螺旋侧微器 这也被称作千分尺 螺旋侧微器 不但可以用来测量物体的长度 如果安装在天文望远镜上 稍作改进 就可以极为精确地测量恒星的试位置 这天晚上 布拉德雷稳稳地坐在了观测椅上 耐心地等待着一颗又一颗的恒星 通过望远镜的市场 然后准确地读出测微器上的读数 记录在本子上 这项枯燥的工作 布拉德雷已经做了一年了 他长期追踪天龙座伽马星等几颗恒星 用来记录的数据本 已经有了厚厚的一叠 大量的数据表明 恒星在市场中的位置 确实存在着周期性的摆动 但是 布拉德雷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个摆动与周年视差不是一回事 这种摆动有几个特点 第一 凡是他观测的恒星 全都有这种摆动 第二 阵幅大约是49秒 也全都一样 第三 阵幅的顺时大小 会随地球在轨道上运行的方向而变化 布拉德雷对这一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他一度怀疑是仪器出了问题 但又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布拉德雷的一次坐船旅行的途中 他坐的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 他一直盯着船的风向标 他看到风向标会随着船的转向而转向 但是他马上就意识到 其实风向标的绝对指向并未改变 因为风向并未改变 改变的只是风向标相对于船体的方向 也就是风速与船速合成的结果 于是布拉德雷就顿悟了 地球就是一艘绕日航行的船 来自恒星的光线就是风 地球公转的方向改变 会导致恒星在市场内的位置偏转 就这样布拉德雷发现了天文测量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光行差 那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光行差的原理 我在这里还要再举一个例子帮助你理解 设想一下 你在雨中奔跑 你会感觉雨滴是倾斜着打到你的脸上的 你跑得越快 倾斜的角度越大 而你停下来的时候 则发现雨滴其实是垂直下落的 这个例子就说明 观测者与被观测对象做相对运动时 观测到的方向就会产生变化 方向变化的幅度 与两个对象各自运动速度之比相关 地球绕日公转的速度 只是光速的万分之一 所以呢 光行差效应引起的光线偏转角 那也只有20角秒 这么小的偏转 在螺旋测维器发明之前 是不可能被发现的 自从布拉德雷发现了光行差之后 他就信心倍增啊 他认为恒星视差的幅度 一定是因为小于光行差 所造成的振幅 所以恒星的周年视差 淹没在了光行差里面 现在呢 他只要把光行差造成的摆动影响 作为一项数据的基本修正值 就一定能让真正的周年视差现象 浮出水面 执着的布拉德雷 不断地改进升级着自己的望远镜 年复一年的投入到了枯燥的恒星定位工作中 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可能还是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不是喜剧 而是悲剧 布拉德雷持续进行了20年的观测 最终他发现 自己依然没有发现恒星的周年视差 而是发现和证实了另一个 类似于光行差的恒星视位置的 基本影响因素 那就是地球的张洞 我解释一下 地球由于受到月球引力的影响 自转轴有一个18.6年的周期摆动 这个摆动的幅度是9到10角秒 这就是地球的张洞 恒星的周年视差 再一次被淹没在了地球的张洞中 悲情的布拉德雷 此时已经是54岁的老人了 他不再有年轻时那么旺盛的经历和良好的视力 终其一生依然没有发现恒星的周年视差 布拉德雷就像是一个悲情英雄 为后人摘下了树 自己却没有成到梁 好在光行差和张洞这两项发现 已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了 更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布拉德雷发现的光行差和张洞 德国人贝塞尔就不可能最终完成 那个自戈白尼以来 一代又一代天文学家的夙愿 布拉德雷之后 又有一大批的天文学家 投入到了这场艰苦的恒星视差战役中 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望远镜 比如英国的天文学家 就发明了一种深井望远镜 就是在深入地下27米的井中 安装一架长长地垂直于天空的望远镜 各种用于测量角度的精密仪器 也被不断地发明出来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螺旋测围器 还有油丝测围器 梁日仪等等 测量精度被不断地提高再提高 但恒星视差这块硬骨头 却始终啃不下来 又过了90年 德国的职业数学家 兼天文学家贝塞尔 终于在1838年12月 跑完了持续300多年的 接力赛的最后一棒 天鹅座61星的周年视差 被测定为0.31角秒 今天的测量值为0.294角秒 在贝塞尔观测天鹅座61星的那些年中 德国人斯特鲁维 在俄国也正盯着织与星 而英国人亨德森 在非洲的好望角 则盯着三体星 也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实际上他们三个人 几乎同时正确撤出了 这几颗星星的周年视差值 谁先谁后还真的讲不清楚 只不过贝塞尔是最先把他的成果 在国际天文界发表了出来 因此这个桂冠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反对戈白尼日星说的最后一个堡垒就这样被攻破了 自此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托勒密与戈白尼之争 终于被彻底画上了句号 戈白尼完胜 但顽固的罗马教廷 依然要再过一百五十年 才可承认戈白尼是对的 天鹅座61星的周年视差 一旦被测定 我们就可以用简单的三角学知识 计算出它距离地球有多远 但是在这个计算中 需要用到一个我们熟悉的常数 也就是日地距离 这是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的天文学第一问题 它是我们认识宇宙大小的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现在请跟我回过头 再去看一下天文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探索的艰辛之路 我认识宇宙大小的博物 我认识宇宙大小的博物 完全可以开转地 然后就像这一把 你吃点击 我讨论了